凝结于一心 或许我们不再想抬起双脚 不想再让身心为此疲惫 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直到赢得无人打破的荣耀 贴近地面聆听吧 究竟有多少次 多少次的震动 听得见吗 八种光彩样貌背后的故事 以及埋藏于其中的心酸 今天八年中班所要朗诵的题目为 一条不可思议的奇迹 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表演 用力的 用力的 猛烈的 接下来 宝涛 正极的 费力的 强烈的 听起来 真可怕 太完美了 爬舞蹈也不可怕 这是什么 你会说 神字 这是什么 我会说 奇迹 嘿 快看 在一条线 表现了两方 巧妙的 游戏 嫩的 白手而旋转 现在他会动 谁来跟他吸气呢 我 你不够积极 暗恋思念的对象 你从来没表白过 我 你不够专注 你早就被一只蝴蝶给飘走了心魂 我 你不够坚持 三分钟的水 你马上就泡不下去了 那还有谁 能跟他吸气 积极 穿注 坚持的人 在一跃之下 成功时隔零点零一秒的时间 再加上一点点的 喘息 你看 我们与一条长生 擦脚而过 我们不会见面 除非我们相撞 积极 下个的 黎黄峰尽出教室的事 全身不败 他去哪里 下个的 黎黄峰尽出教室的事 全身不败 在六百元的时间 用双脚 离开地球表面 与同众准备 再终极地面 一二三 一二三 四五 十五 二十三十 六十八十九十 一把 专注 使你这不放的是 绳子 他带了像什么一辆 像一辆新杰的跑车 我利用心中的节奏 在腰板一样 在跳舞一样 躲避每一下陷阱 这也是为什么 为什么 我的手脚重复了绳子见面 坚持 指那白皙的小腿 带动了每一次跳跃 第十下跳跃 能够清楚地和你打招呼 第五十下跳跃 或许他想尝尝香草冰淇淋 第兩百下跳跃 在燃烧 正在熊熊的燃烧 小腿的地肉和线条 隐约上线 看谁进食了上衣 緊繃的小腿 看起来正在打仗 六百秒能够结束的战争 却遇远了不下两百次 不停的 跳啊跳啊 不断的 跳啊跳啊 我们冤枉的 不是一条绳子 是一条不停的 不得私利的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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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